粉尘爆炸不但是震撼全台也吸引了外国媒体注意 像是CNN就说这是前所未见的粉尘爆炸意外 另外日本的NHK跟大陆央视则是着重在外国游客的受伤方面 至于路特 香港有线新闻以及大陆央视通通引用中天新闻的画面 详佳报道 新北市巴仙水上乐园27号彩虹趴发生严重爆炸 狂欢派对化为人间炼狱 这一幕透过CNN国际频道已经放送到全世界 不止每个整点以重点药文播报 特派记者也赶到现场掌握最新消息 CNN网页更在头条位置 随时更新受伤人数和相关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也以显著位置报道这起意外 包括BBC在内的英国媒体除了报道标题抖大 BBC更在文中指出 台湾政府取缔违章建筑不够铁腕 消防法规也没有彻底执行 才会导致一连串致命火灾的发生 日本NHK特派记者同样在第一时间前进八仙乐园 直击爆炸后的现场 NHK记者引述台湾消防局说法 只以粉尘正式酿货主因 日媒也已不断更新爆炸后续情况 台湾爆炸意外伤者超过500人 有两名日本人受伤 朝日新闻抖大标题披露了这起害人的意外事件 产经新闻更指出 大火中有两名日本人受到重伤 央视则在每节整点新闻进行其神线 有四名的香港的游客 还有两名的陆生 那四名香港游客呢 目前已经确认的是有两名的 他们分别是有二级和三级的烧伤 原本一场开心的水上乐园活动 却酿成不幸的粉尘爆炸事故 不但让台湾娱乐场所的公共安全亮起红灯 也让全世界聚焦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